女人最喜欢男人亲哪里呢 今天我就冒着风险 把我们女人的小秘密都告诉你们 记得点个小红星支持一下 亲女人的这个部位 会让她的荷尔蒙真的会瞬间的飙升 兄弟们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别在你想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首先就是耳朵 心动率达到92% 耳朵也是比较敏感的部位 女人被亲耳朵的时候会心跳加速 恋爱的时候 男人可以假装跟她说一些悄悄话 然后亲一下她的耳朵 她一定会小碌乱撞的 那第二个就是脖子 心动值达到96% 这个第三就是嘴巴 心动值达到98% 嘴巴是咱们皮肤 人体最重要的表皮神经 一般的女人都是喜欢像小鸟琢磨一样 轻轻的亲一下她的嘴巴 然后不要太用力 不然会适得其反 这回你学会了吗 学会的话给我点个小心心吧 接着往下说 在亲的前提下 男人们一定要记住非常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一定要保持你们的口气清新 香香的甜甜的 女生呢 瞬间就会被你那柔软的香味所征服啊 所以说呢建议你们一定要随身携带这款爆小蜜的爆猪丸 它呢可以助你一臂之臂 咱家这款爆猪呢 别看它小小一颗啊 真的会让男人流泪 让女人尖叫啊 爆猪一颗呢 就会让你们的感情迅速升温 无法抗拒的味道啊 真的是忍不住想吸那么一口 真的太上头了 男人喜欢女人呢也喜欢它的味道 小小的一颗呀 在你的嘴巴里直接爆开 随之散发出那种淡淡的水蜜桃味啊 只要呢一开口 你的那个它呀 就会瞬间的爱上你 尤其呢 是在你们约会之前啊 记住一定要提前偷摸的来上那么一小颗 每次不要多呀 就一颗就可以 每次亲亲的时候 你呢 刚靠近它一点点呢 它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里的香味了 你说哪个女生能受得了呢 链接呢 已经给你们放在下面的小房车了 有需要的兄弟们赶紧去搂吧